來 源氏 你今天又被杜麥問這件事 對對對 第一個 你覺得問題為什麼嚴重 我剛才的分析簡單就是 我認為是 其實是讓人家想到軟弱的國民黨 是讓藍軍的支持者非常痛恨的 以前我們這個 我們絕青世代 在反國民黨的時候 其實滿好反的 因為國民黨知道好軟 我們每天罵國民黨大家都很開心 而且國民黨不會反應 先講一下 因為今天早上我們八點鐘的時候 有開黨團大會 那黨團大會一開始 那黨團幹部就請羅廷偉說 廷偉有一些話跟大家講 那羅廷偉第一個講話的時候 他就到錢 他就覺得說他 他昨天這個決定有點思慮不周 那他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自情處分 那未來的話 他絕對會堅定的跟黨團在一起 那我們 坦白說我們現場的氛圍 大家都還是以幫他加油為主 因為無論如何 他至少 至少他知道說 他昨天這樣子做 可能有傷害到大家的 情感或者是支持者的情感 所以他有道歉 那我覺得大家都是願意跟他繼續 肩並肩 那第二就是說 我們也都能夠感同身受 為什麼他會做出那樣的決定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剛選上立委 其實都是正準備要好好幫幫人民做事的時候 而且我們選當立委 其實我對我的支持者也都都必須有承諾 也必須要把他完成 然後舉例來講 我們當時我們凸顯我們跟民進黨不一樣 最大的差別就是我們要好好監督嘛 比如說預算福報的我們一定要刪 然後或者是有關於我們支持者希望我們做的 我們一定要旅行 可是你會發現在這一屆 因為民進黨過去八年吃香喝辣 在立法院都是呼風喚雨 可是他們忽然面臨到 在國會我們變成多數 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們就開始結合青鳥 然後去推動罷免 把這個社會氛圍變成說 只要國民黨的立委 主張什麼和他不一樣 他都要罷免你 但這件事情我是覺得非常荒謬 為什麼 因為本來我跟你的主張就是不一樣 我跟你就是因為主張不一樣 所以我才選得上啊 今天民眾就是希望我來好好監督你的啊 你的預算亂編 我們退回你 叫你重編剛好而已啊 這不就是人民賦予我的權利 選我出來就是在做這件事嗎 結果當我們要做這個事的時候 他說我要罷免你 因為你做的事情跟我想不一樣 那如果是這樣 台灣乾脆搞成一黨制就好了嘛 所以清德中其實最想模仿了 難怪想找習近平 喝真奶 吃雞排 為什麼 因為他想搞政治協商會議 你說的算嘛 對 這個對岸有八大黨派 我們就組三大黨派政協 再加三加兩小黨 對不對 時代力量再加激進黨 就加進來 全部都聽你們的就好 你們要幹嘛就幹嘛 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氛圍就是 像我壓力也非常大 因為我們只要講的跟民眾 跟他們想不一樣 每天都在那邊講說 莫忘罷免業員資 什麼一定要罷免業員資 市值要挑軟的吃 不然就講說什麼 明年一定要讓幾個拉下來 什麼要讓業員資 許小新 什麼羅志強 誰誰誰要拉下來 他想要扭轉那個國會的席次嘛 但是這是民主嘛 民主明明投票投出來 我們就多數嘛 就沒辦法叫啊 對 然後他用罷免 然後罷免門檻比較低嘛 去扭轉那個席次 所以其實你說 我們壓力大不大 會不會覺得很賭籃 會 會覺得 怎麼會你們民進黨這麼沒有底線 對不對 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我們也可以罷免你啊 你要講罷免十個理由還不容易 對不對 那個民進黨的在板橋 沒有我跟你講理由取消的 也是可以罷免 昨天是訪林佩祥 我們昨天就聊到那內特案啊 都已經輸到脫褲子了 輸到最後拿九千萬出來 死命壓基隆市府不給拆 結果呢 還不是拿這個拿來做廣告 他出三支廣告 第一支廣告是什麼 就是亂拆 我的天啊 你們已經輸到脫褲子 輸四次 還在廣告這個 罷免其實就是造謠比賽 因為我要罷免你嘛 所以我就一直造謠嘛 就像那個 他們現在在造謠那個謝國良 說什麼謝國良遇到什麼 下雨啊沒有去看災 他明明就是一直都待在那個 很長一段時間在那個指揮中心 對 沒有用 反正你只要有離開 你就是沒在看災 我說實在 那個我看了他們那個基隆 他那個三級開設 就是我們那個應變中心 有分三級開設 二級開設跟一級開設 一級開設是最嚴重 那個時候才要市長作戰 但是市長作戰 也不是一直坐在那裡好不好 市長只要是說 他可以在一定的時間 趕到指揮中心就好 他平常還是可以做其他的事 罷了他幹嘛 對啊 而且今天我才三級開設 結果他們現在用 超高標準看謝國良 說因為你沒有怎樣怎樣 所以要罷免你 這個都是現射箭在話吧 就是說 我就在罷免你 誰叫你是國民黨的 我就要罷免你 然後因為我要罷免你 我可以給你找1 2 3 4 5 6 7 8 9 10個理由 所以 然後給你無限上綱 給你造謠 那所以 當然我們會 像我 以我很賭籃 就是覺得說 你憑什麼動不動 就威脅要罷免我 憑什麼 我的立法委員 我們本來就有我們的職權 我監督政府 我三預算幹嘛 這本來就是 憲法賦予我的義務 跟權利 那憑什麼 我執行職權的時候 你就一直用罷免來威脅我 如果是你會不會賭籃 很生氣 不是 對啊 而且很不爽 就很不爽 所以我覺得羅庭偉的部分 我們是可以感同身受 那當然他做出了 就是比較退讓的決定 那但他也後悔了 而且他願意改正 那我們都還是願意支持他 那第三個就是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憤怒 我覺得當然 當然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你沒有跟大家一起一起 就是你怎麼會做出了一個 好像有一點點退讓的態度 那其實坦白說 這個退回這個預算 我平常聽你講 那天是一個比較突發的狀況 什麼突發狀況 就是說本來沒有 本來是沒有想到 要去退回那個總預算 坦白說是真的是沒有 因為如果要退回總預算的話 你程序委員會不要排就好 幹嘛要排到了院會 再把它退回 就是當天的一個決定 那當天為什麼會有這個決定 第二次就是羅庭偉投票 這次也是個臨時的事件 這一次應該就是事先有計畫 要把 其實那個嚴格講不叫退回 嚴格講就是程序委員會沒有把你排案 沒有把你排到院會去報告 就表決就不讓你進入議程了 對 不讓你進入議程了 他這一次是直接在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直接沒排 直接舉手不讓他排進去 那所以你看上個禮拜五 他已經進到院會再把他退回 就是代表說本來是沒有要要卡 那為什麼忽然間就是要退 那是因為高金素美委員 那天他到了我們那個黨團大會 他覺得說行政院沒有 這大家都很清楚的過程 就是說行政院沒有依法編列 應該要給原住民的補償 那法律就是上個會期 我們通過的禁法補償條例 應該要從三萬塊增加到六萬塊 可是行政院的 預算並沒有編 那就違法了 而且不照顧原住民 所以高金很生氣 他生氣是情有可原的 所以後來他就希望 我們黨團可以支持他 然後他也有取得民眾黨的支持 所以後來大家在 後來就決定表決把他退回 希望行政院可以把這個部分補回來 然後大家再來審 其實我不要講 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 因為當下高金 你知道我們後來決定要表決的時候 都會按零七分鐘 就是按零七分鐘 之後才會查卡表決什麼的 高金就利用這七分鐘 有衝到前面去 然後左翁泰就坐前面 我就聽到他在罵左翁泰 說你為什麼沒有依法 給原住民應該要有的預算 其實左翁泰是有點不好意思 左翁泰是說好好好 這是他們疏忽對不對 對 他其實我覺得 他沒有講說我們疏忽 但是他的回應 他其實有點不好意思 覺得說不然我們再趕快把他補回來再送 我感覺他其實當下是比較軟的 他的個性是這樣沒錯 後來應該就是賴清德請他們吃飯之後 他們就決定要對抗 所以就不問是非了 就問對抗了 我是覺得其實解決這個事情很簡單 你把他補來再送 馬上大家復委就開始審 但是現在的感覺是 民進黨沒有在管你原住民 他沒有在管你什麼 他不是不管原住民 他是只是因為 他是不管因為他是認為藍白現在就站在一起 我就是要幹死藍白 他認為說他們認知作戰的能力比我們強很多 所以他就覺得我們就擋 我們盡量擋個兩個月三個月 雖然你知道嗎 正常來講 假設他的預算亂編 一直被我們擋 擋個兩個月三個月 責任在誰那邊 責任當然是在他那邊 因為他沒有好好編預算 被立法有人擋 立法有人是天職是省預算 是希望把這個預算 弄一個最棒的預算出來 這是我們天職 可是編是他們要編 就像你交作業給老師 老師會希望說你作業一直改 改到最好為止 那現在學生就採取那種抗爭的態度 我就偏不改 你就盪我啊 你給我盪啊 然後 盪還嗆老師說 老師你教不好 對 他現在就這樣 就是 你就盪我 我就是不教 我就是不願意改 然後接下來 開始認知作戰 那個學生很會網路嘛 認知作戰 就是這個爛老師 那個老師就是 他們就是 他就懶惰 不想改我的作業 或者是說 那個老師就是阻礙學生學習 所以一直退我的作業 害得我的作業沒辦法交 沒有分數 他們現在其實採取這個態度 所以 所以我責任正常來講是在他們 可是因為民進黨自視 有國家的預算 有網軍 有洗腦的工具 所以他沒有要調整 他就是要去跟你對抗 我覺得他現在就是採取這個態度 這其實蠻挑釋的 就是從挑釋角度來講 非常挑釋 那也難怪就是 為什麼選民會那麼激動 因為在這件事情上 可以明顯的 如果民進黨就這樣車過去的話 那在這裏黨就是廢物 講白真的 所以我們的民眾會覺得 我們的支持者會覺得說 民進黨就已經親門踏戶到這樣了 已經給你吃定你的 一拳打到你臉上 打到你臉上了 然後居然有用 被打到說對不起 東西是我臉去撞你的圈頭 對 就是說 他在恐嚇你有用 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用網路霸凌你 然後恐嚇你 而且他只有四成民意 對啊 所以 所以我們支持者會覺得說 不能夠示弱 就是說 你如果讓民進黨覺得 他這樣子 胡搞瞎搞 有用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立法委員 因此退縮的話 我們支持者會覺得失望 其實是在這邊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探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我想說 我看我看你 在這邊 I know you 也要看我看你